这半圈咬黄金有问题 什么问题 这半圈咬黄金上部分的文字被抹除了 那 周斐在剧中饰演蓝刀传人周斐 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耍刀小天才 几乎战派的各路前辈都对周斐提点过一二 所以也让周斐的成功越发优秀 在大怪升级中 周斐也成了一个让反派都吻风丧胆的最强女战士 而谢云就是周斐身边的最强辅助 虽然武功比不上周斐 但是问嘴皮子周斐是甘拜下风 谢云好像什么都懂 就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 每次在周斐身陷困境的时候 只要有他在身边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而全剧从事之中贯穿的海天遗色的主人 正是谢云 这是前朝留下来的东西 因为海天遗色让两辈人 为之付出了多少生命 在最新播出的内容中 沈天树拿到了海天遗色 来到大药谷将百姓搞得生灵涂炭 谢云也因此第三次使用了推云杖 最终杀死了沈天树 而自己也因此游进灯窟 而鹰河丛也发现 能够解透不清的药王金被毁了一半 旧谢云更是难上加难 看着日渐憔悴的谢云 周斐无能为力 直接崩溃了 这是无法抵御宋明的能力尘埃罢了 我自己的人 我会自己护着 此父终于身家性命 会有生死之怒 现在这一副性命托付给你 另外一副 我要拿去堂地当车 谢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